上次我听说你还没有男朋友 沈总 你不会是想给我介绍个对象吧 是有那个打算 苍天 现在公司生意有那么难做吗 大老板竟然都开始跟媒婆抢生意了 要知道 最近老爸老妈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催来催去的都是要我结婚的呀 还以为不回家不接电话 就可以暂时逃避了这个问题 没想到现在就连大老板都开始关心起 我的终身大事起来了 您还是先把您的个人问题给解决了好吧 而在另一头的京都 傅锦红把车子快要开到锦绣栏湾时 他忽然侧目过来 很严肃认真地问了蒋切南一个问题 沈定北今年有三十岁了吧 是啊 他今年刚好三十了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啊 就是 倩倩 我觉得你看 现在咱们两个人这么好 陶妹妹和席之又这么好 现在就只有她还单身了 要不咱们 给她介绍个对象 一定北现在的条件 应该不需要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吧 你会不会吃得太饱 撑得没事干啊 我知道她条件很好啊 傅小爷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心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她内心的台词则是 条件再好能好得过我傅小爷 可是条件再好 她也得有认识同龄女性的机会对吧 而且浅浅 说实话 我这心里一直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你说以现在这种情况 我又不可能拿个项目去跟她谈 更不可能直接往她账户里打钱 我这想来想去 觉得对她最好的方式 也就是给她介绍个女朋友了 你不会是想要把成小公主 介绍给沈定北吧